哎 310的流水 这怎么来的 我昨天没有奖励啊 哦 国庆节之前的那个预约奖励 干活了 接到有点快 碧桂圆 大家好我是小林 现在是早上了6点5时 今天这个车门就是 美自自啊一个310的奖励 大家应该都拿到了吧 之前在9月份的时候 大家在群里面疯狂的邀人啊 说拉人国庆节9月30号 10月1号出车 拉一天出车的话 你每拉一个人那个人跑到流水里面的 1.5%到58% 他的钱 你要分这么多 所以9月份我拉人是拉了有将近34个人啊 常常是排名第一 但是我发现这个奖励好像 也并没有那么的香啊 但是今天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松 我感觉今天随着边边破个1000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早上出门这第一代 也太小了吧 这个乘客人还没来 然后拉了一个波子铺 我觉得他还没来我先去买个包子吧 好像看到人过来了 还有我去 算了 7块钱啊 感觉两三分钟就开完了 B鬼圆这里面就是风景 那里还有柚子 买了一个早餐 两个烧卖 两个烧卖一杯豆浆 哎我去 又来一个蚊子 茶叶市场 去到里 灰铺 本单形成较远 来了一个百里 这单是大表7块钱 蓝丝科技是去东阳的 还是去清沙的 看一看 哦 东阳的 难怪 舒服呀 这一单 刚拿一单送到东阳 来不及关机 一下给我跳了一个拼车单机呢 而且还拼到人了 我去 两个人都在同一个地方 还是个免抽拥 赶紧休息啊 不敢开机了 把区域全部打上 除了刘阳以外 却不打上 完成设置 开始接单了 刚拿一单东阳的 我是大表达到87块钱 在东阳这边 最多等半个小时 如果说半个小时没想 我就直接放空去游玩 确实在这边等待的 我是看运气的 买了早餐还没吃 现在赶紧把这个早餐干了 可以的啊 在刘阳这边 等了几分钟就给我想了 是一个维也纳 去南站那边的 卫展中心 现在在这里等乘客 里面我是进不去了 因为这里应该是有人结婚 那边全是混车 接了一单来这个 洋湖 这边有点学校 35块钱 4个小时596我去 这个流水 可以再搞一单 这段算完我就可以 干翻墙修了 去黄土里 现在是中午的12点 墙修了 刚刚一单给我干到 五一广场来了 这个乘客改了个地址 改成了五一广场 打超顺的没机会 现在上午的话就是621块钱 刚刚也是没有卡好时间 刚好是多花了一分钟 4小时一分钟啊 要不然的话我就可以 在那边打一个机场的超顺 没办法 所以到了五一广场 只要强修 就特别迷茫 像个无头的苍蝇一样的 然后刚刚也是 一路放空了十几分钟 来到这个 开5次不获这个充电站 那这边的话就准备把这个 电充满然后去干饭 现在这是21的电脑 预计充满的话需要 50分钟 车子的电马上就充满了 打一个机场玩一下 看能不能打正话 这天气 黄花 国际机场 今天这个运气 未必也太好了吧 我刚好车子的电充满 这个超顺 响了 晚上的8点19 你的商品送完了 今天的流水应该是已经破千了 神奇了 因为这个车子的续航没多少了 只有 83公里了 我要准备打一个机场的超顺 但是我现在在雷峰镇 如果从这里打中机场的话 早绕成最少有 60公里左右 所以我怕这个车子 续航扛不住 现在是晚上的8点43 打了一个 醒商五月广场的 超级税路 没什么都给我想了 今天的最后一单 完美收工 现在是晚上的10点20 今天收工了 在线13个小时 23单 1072 车子的电马上就充满了 87% 今天真的特别特别顺 今天我跑了两趟邓阳 然后在邓阳都接到单出来的 上午是接了一单 去高铁站 下午的话是在永安接了一单 去鱼人码头 然后刚刚晚上最后一单 也是在路股 到了一个超顺 回新商 也给我想了 所以今天的话 我跑了1072 真的特别给力啊 很久很久没有这么顺过了 然后 今天把这个电充满 明天上午的话就不用充电 明天的话再 好好干一天 后天的话就要休息了 我已经连续 差不多干了 一个多星期了 我要去 试试和给自己放个假了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要喜欢小铃视频 别忘了跟小铃电话关注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